对于美国政府近日宣布管制中国大疆创新公司的无人机 曾在2015年创立无人机公司的张先生指出 美国政府更应该防范大疆制造的工业级及行业应用无人机 他指出 使用者的地理坐标与影像数据 会被大疆的无人机传回公司资料库 因此具有一定风险 甚至可能被中共政府所利用 无人机它的发展离不开这种上传和下载的讯号 所以说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所实际日常使用的无人机 它所捕捉的一些画面 那如果你习惯把你的所有这些数据 去备份到你的iCloud里的话 你相当于你就把这个整个的数据 备份给了大疆这个公司 中国政府可以很轻松的获取到你的数据 对此他提醒消费者警觉并提出建议 尽量减少去使用它影像和数据处理的APP 或者是如果你可以的话 多买一个单独的手柄 这样你都不用在手机里去下载它操控的APP 这样对你来那更安全 另外他提醒 只要不连上网 不用大疆的软件和语音端上传下载 并使用SD卡储存数据 就可以避免数据被使用 新唐人记者杨阳 徐秀慧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